欢迎收看金灵天下每年的3月4号 是世界肥胖日 那么泄胖可以说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了 根据预估到了2035年 全世界会有过半的人口体重恐怕都是超重的情况 而它带来的经济损失 可以说一年高达了4兆美元以上 这样的一个精损就像是新冠疫情所带来 对经济的一个冲击一样 那么现在整个减肥商机相当的大 所以包括像是AI还有减肥药 可以说是来主导2024年的股市的一个表现 包括里来跟诺德 现在合计的市值已经高达了1.28兆美元了 尤其这个里来的市值 甚至是比特斯拉还要更高 那么现在整个医药的商机很大 在国内整个药局也现在上演了所谓这个通路大战 而且这也让药师可以说是成了当红炸子机 甚至还有业者寄出了月薪高达12万要来抢人才 另外在国内旅游的一个部分 很多的民众会抱怨说 真的住宿的这个费用非常的贵 还不如到国外去旅游 这也导致去年台湾的观光逆差 是高达了有1.6倍之多 那么业者也预估今年4到6月 目前的这个订房率恐怕是只有五成左右 观光股在最近股价表现相当的疲弱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还是持续偏空的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智谱产业趋势研究所所长杨胜凡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肥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肥宜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有庭好 晚安 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了 我们看到这一张 这是世界肥胖地图 那么以这个对经济的一个影响来讲的话 甚至他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一个冲击 比新冠疫情还要更严重 对 因为这个世界肥胖联盟 他做了这个调查 他是说到了2035年 全球一半的人口可能会操纵 其实操纵不一定胖 但是问题是你的体重可能超过一般 健康维持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然后他说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数字 这个数字满惊人的 4.32兆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到底它的冲击有多大 大家去想象一下 COVID那一段时间 对你生活的影响有多大 那就有多大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是很震撼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谈这个 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 它非常的重要 甚至刚才你讲到的里兰 对不对 他也因为 这真的就是靠这个概念 然后他整个股价 那个一路狂充 大家都无法理解为什么 国界署约统计 台湾2016到2019过重的 这个人口有多少 47.9 我将近一半了 对 你这时候该不会要戳我的肚子 说肚子太大 将近一半 2017年到2022 这样有点累 还是算了 他说到50.3 就是两个成年人就有一个过重 对不对 我跟三门坐在一起 就是两个都过重 那以亚洲国家来看 日本的比率只有4% 对 就是我们是50% 他只有4% 那你看台湾是不分年龄 是45.4% 45.4%跟4% 不分年龄的意思是 不管你哪一个年纪 其实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口 过重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确实蛮严重的 所以台湾肥胖的比例是 日本的10倍 高10倍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主要的关键 应该是饮食 没有错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家里 其实是高油 高盐 高糖 可是在日本 他们你比如说生鱼片也好 什么这一类的饮食 大部分是新鲜 比较少加工 再来我觉得生活态度 好像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们 好像都要快 可是日本不是也快吗 可是我发现他们平常 喜欢骑单车来代步 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 另外一个政府跟企业鼓励 我觉得也有关系 你看他们2008年开始 就规定40到75岁 男性腰围不得超过33.5 像我就没有超过 那女性的话 是不可以超过35.4 大概80公分左右 甚至有游戏公司规定说 你只要超重 你减一公斤有5000块 这个满吸引人的 满吸引人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奖励 甚至如果你觉得5000元的礼券 因为这应该是日元 不是应该 就是日元 你会觉得好像也还好 1000多 来 麻烦看一下杜拜 他给出的是2017年 推出减重换黄金 30天减一公斤就一公克 减一公斤一公克 那现在 一个月瘦一公斤 就给你一公克的黄金 而且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你有多少本事 你就尽量减 甚至印度 去年八月中开始规定 警员要记录自己的体重 跟BMI 就是你这个 你就可以量出 你到底现在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11月之前没有减重 或被退休 被退休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因为你要逮捕犯人 你的跑步可能会太慢 你可能会太喘 这是你没办法过肩摔等等 这都有影响 那当然我们从整个 这个肥胖的状况来看 其实各国确实为了这个部分 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很多国家都鼓励 他们民众要减重 其实他们都祭出不同的政策 对 而且你刚才讲到的鼓励 他不是只是说 我希望大家尽量减少你的体重 如何如何如何 他是直接很实际的行动 你看英国他怎么做 就是说为了减少人民 摄入不健康的食品 但是什么叫不健康 你总是要有个定义 就HFSSS 简单讲高质高盐高糖 薯条 炸鸡 这种东西实在太好吃了 我们今天吃就好 明天开始就不要再吃了 好不好 所以他就禁止 你看2022年10月开始就禁止 而且禁止怎么样禁止 其实我也不能叫你不卖 对不对 因为这样也不对 但是你不可以放在商店的路口 因为有时候味道很像经过看到 或是收银台附近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太闲眼的地方不可以拜放 结账的时候就顺便拿了一根巧克力棒 就很顺手就直接拿 好好吃就顺便 对不对 叉叉如家之类的 全世界甚至丹麦 第一个征收肥胖税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容易 果然丹麦当时希望推动肥胖税 其实我觉得也没道理 对不对 就是我自己的体重我自己选择 你还跟我课税 所以过重的话会课税 会课税 然后2011年10月推动 可是只有13个月 我就推不成功 其实减重这种事情 其实要从心里面去出发 去告诉他这件事对你有多重要 因为他这个税收 其实为了阻止使用高脂食品 对不对 但谁会反对我问你 谁会反对 请问我们刚才讲巧克力 我种巧克力的有错吗 对不对 我薯条我种马铃薯的有错吗 所以农民跟食品公司 当然第一时间反对 马上跳出来反对 当然第一时间反对 好那你说 行政成本提高以后 也不会导致裁员的问题 所以很快13个月 所以我觉得从良心出发 你看但是影响还是很大 日本高龄人口 每年吃掉30%的健保预算 所以后了 那你看有趣的事情 你注意 他为什么你会吃掉 这么多健保预算 跟体重有关 所以他就强制去控制你的腰围 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医学专家说 标准过于严苛 但是其实你说 他说你看日本 公共医疗支出 转嫁给私人机构 相当不以为来 可是我觉得出发点还是对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减重跟经济的影响 真的是很正相关 这个绝对有科学的数字 来这个佐证 你看第一个 你体重过重的时候 你要 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 我曾经体重高达90公斤 对 那时候都没有人要找我上节目 因为看起来 就把整个画面都占据了 所以我就努力的减重 我减了10公斤 我现在 你现在看到的我 其实减了10公斤 你看体重过重的过程中 你的效率也低 因为我曾经录影录到一半睡着 还被庭号抓到 那时候就体重过重会有这个问题 像你看美国的肥胖率超过40% 它对产出影响1% 产生1% 肥胖的比例超过40%的话 影响到他们的GDP 1%很多 那现阶段当然你还会有很多的并发症 比如说当时我自己胃食道逆流 背部疼痛等等 太多了 所以我也认知我应该要减重 那高盛也说像就是你看GLP 要日益普及 发生肥胖病发症的发生率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其实你体重降得下来 你身体变健康 你是不是劳动生产力会提升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的消费力一定会增加 你要换衣服 买漂亮的衣服 你又出去玩 所以对美国的GDP 你看反过来是上看1% 所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 另外一个如果肥胖的比率 就是肥胖的人口就超重的人口太多 其实成本会提升 WHO做了一个报告 他说用在肥胖的卫生医疗支出 是9900亿 确实我刚才讲到的 你体重过重会相对应 带来更多的一个疾病 对不对 这个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社会福利的话 你这个支出会大幅度增加 相当于全球卫生支出13% 全球卫生支出一成以上 都是用来这个肥胖 很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你看医学 这是英国的一个杂志 他们最近做的研究 2060年如果平均肥胖 这个上来 成本会上升到GDP的3.29 可是2019年才2.19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大家还是要去重视 当然我觉得体重能降下来 身体健康 生活也更美满 好 刚才先到我们看到 如果体重过重的话 会导致很多的 像是成本攀升等等 所以现在这个减肥药 竟然为美国的经济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所以也有人说 当然除了现在当红的AI之外 那么减肥药也主导了整个2024年的股市表现 要请教挺好 像是里来的市值 竟然还可以超越特斯拉 没错 其实这次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全球市值前几名的变化当中 医疗相关概念股 始终是2024年的主流之一 因为很多人会想说 现在全球的股市涨幅 虽然欧股创新高 日股创新高 美股创新高 不就那七大科技巨头带动的 现在就是涨AI 其他都没有涨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非常多 不管是减肥药概念股 还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医疗大厂 其实在后疫情时代 它的市值膨胀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基本上也透露着 接下来几年 它的实质获利营收的拉抬 尤其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去年自从减肥药GLP1 造就了里来和若横若德 它的总市值合计 已经来到1.28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在全球前市值 前十大的科技股当中 以美国股票来看 前几名大概率 就是那七大科技股 微软 苹果 辉达 Amazon Google 第三名通常都是 我们看到沙烏地阿美 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 可是我们看到 自从第七名以后 在过去半年来 随时都在变动 你看 特斯拉当时是长期保持 在第七名到第八名的位阶 后来被波克夏给超越 这一次比较意外的是 里来过去这家医疗大厂 大概是排名第11到第15名左右 结果在短期内 我们看到股价的表现 是非常强烈的 现在就台积电紧跟在后面 所以我们看 就是几近前十名 反而特斯拉已经退到十名外 没错 所以我们仔细想一下 就除了沙烏地阿美以外 我们看到全美前十名当中 你能够市值快速膨胀的 过去来看都是那些科技巨头 你一定要跟科技力生产挂钩 不管是你的AI 搜寻引擎 或者做电动车 做晶圆带控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些医疗大厂 其实也获到非常明显的 资金前来 美国股市创新高 大家已经能够从过去的 几天的盘势当中有所发现 欧股其实在上礼拜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我们仔细观察 欧洲股票市值现在排名第一的 就是诺和诺德 股价仍然持续在膨胀当中 你看欧股跟美股 过去有一个历史上的惯性区别 那就是美国股市通常能够 带动此时创下历史新高的 大概率一定是科技股 欧股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实业股 做品牌的 或者做一些软体的 你像是Riverton 或者我们看到的莱雅 爱马仕 迪奥等等 但你可以观察到 现在诺和诺德的快速膨胀 几乎也隐含着 全球的科技生产力循环 就跟过去黄仁星所提到的 AI它某种程度是让大家都可以 成为软体的工程师 既然我们在工程上 在计算上 已经有显著的成就 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延长人类的寿命 所以这些医疗公司 未来就会成为市场上 持续瞩目的焦点 所以它也让丹麦的经济 可以躲过衰退 没错 我们具体观察 你看最近 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市场的数据 其实非常的诡异 欧洲股票是创下历史新高了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英国和德国 在过去元月份所公布的数据 基本上在去年第四季 都已经正式进入技术型衰退 衰退了 也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GDP 呈现负增长 德国是欧洲的工业大国 英国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经济体 但是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丹麦的经济体 在去年四季度 还有两个%左右的季征服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正式进入到技术型衰退 原因就来自于 诺何诺德 对于丹麦整体经济的影响 实在是太为庞大了 所以我们具体留意 在整个标普派指数的 类鼓板块当中 过去6个月 过去12个月 我们大概率看到的是什么 能够跑赢标普派指数的 要嘛就是我们看到的服务通讯类 科技服务类 反正就是七大科技巨头 可是现在 还在今年跑赢标普派指数的 多了一个板块 是涨幅8个%的医疗健康板块 这就说明 基本上医疗健康板块 很多人 之所以在整个21年22年 开始它的影响力开始缩小 没有那么说到市场上捶捧 是因为 你疫苗当时股价就已经拉高了 所以我让你沉疾好几年 全球的药物市场 你说2023年 有没有反应警戒的不好 有 可是它的年增率 YOY持续下行到 接近两个%以后 现在再多拐头3万 所以它是标准什么 卵着陆 它的确有下行 但它根本就没有真的亏损过 你像是台厂 有很多的生计国 其实后来 后续的获利表现也越来越好 尤其我们聊到的CDNO CDNO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医疗的专业代工厂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每年的获利也是节节攀升 预估接下来 能够有持续亮丽的表现 在种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市场上有哪一个产业 能够完全不顾生产力循环 一定是会受到市场上持续吹捧的 那这些医疗概念股 值得我们来多做些留意 好我们说到减肥药的这个伤级很大 是因为如果说过重的话 它要付出的这个经济代价 真的很大吗 因为根据预估 从2020到2035年 群球会为这个肥胖 过重的问题付出 总共12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没错 你说肥胖是怎么影响到经济的 通常市场的利润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一旦你肥胖之后 就有可能产生相关的疾病 一旦你产生相关的疾病 你就可能被迫离开就业市场 那么能力成本就会因此而提升 它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 为什么 因为成本提升了 你看整个2024年 肥胖占GDP经济的影响 大概是2.4% 到2025年预估到2.5% 到2035年就预估来到2.9%了 那当然 现在市场上对于肥胖的定义 很多人都觉得是从过重来看 那有些人说 我可以更精准一点 用BMI来看 但通常我们还是以个体的感受 有没有衍生出 其他的疾病来做判断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BMI 你像我和陈彦哥都有健身 健身的话你就会增肌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体重不见得会变轻 对 所以如果你BMI 你是公斤数 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 有时候你的体重 可能因为增肌不断的飙升 BMI是很容易超过24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最后还是看 一个人的状态有没有好 通常18到24左右 算是正常的方法 24高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会在增肌 你像我这几年 我是真的看着陈彦哥瘦下了 他以前是比较快一点 但这几年他是身材练得相当的好 以前他可能那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我们录Live节目 录到一半他会 陈彦哥 现在是Live 有时候会睡着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观察 就是说我们不管 现在的减肥药推出速度怎么样 市场上追求这种健康 以及医疗产业的更替的状态 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我们以全球的减肥药的市场规模 来做一些观察 我们根据Global Data的预测值 到了2031年 全球减肥药的市场规模 会来到370亿亿 复合年增长率会来到三成一 这个就远远大于 所有科技产品的成长速度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全球减肥药 它是在后疫情时代 必然犯随的迹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后疫情时代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虽然已经不受到病毒的侵劳了 可是我们后续很多的并发症 都开始陆续出炉了 举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美国经济到现在 失业率还在3.8% 为什么还是有800万份的缺工 找不到人来做 你说那是因为 有些人会受到疫情可能离开了 但是更大的原因 是美国有接近400万人 因为长新冠被迫离开就位市场 这个长新冠不一定是 呼吸道就不行了 它有可能是因为疫情以后 生活息态的改变 或者免疫力受到冲击以后 它可能就被迫不能工作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不只是减肥的问题 我们看到像是糖尿病的足溃伤 就是可能脚有伤口 对于病情的一个影响 在这几年是快速的扩大 在整个2022年 糖尿病足溃伤 大概占全球有82亿美元的市场 光是中国就有800万人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后疫情时代 大家有没有发现 网路上或者电视广告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种 不管是皮肤炎 湿疹 相关的一些广告 为什么异味性皮肤炎 也会成长这么迅速 后疫情时代 有些人是因为打疫苗 有些人是因为在后疫情时代 它的免疫力遭受到病毒以后 产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所以很多人这个皮肤痒 或者一些皮肤的疾病 就慢慢的出来了 所以你会观察到 这种趋势 它在短期内是不可逆的 它也会造就医疗系统的繁荣 所以简而言之 其实我们看到 在过去几年的医疗板块 它不是过去几年不好 它是因为前两年 实在涨得太离谱 太高了 所以它沉疾了一两年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它的基本面 走得居然比科技股 还要来得更加亮丽 几乎没有进入到任何的衰退 所以我觉得值得大家 来多做些留意和关注 好 刚刚庭浩带 我们看到 如果体重真的过重的话 会影响到健康 当然对经济也会带来 很庞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包括在刚刚提到的 这个里来它的市值下 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诺和诺德甚至还拯救了 丹麦的经济免于衰退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整个医疗商机大 也带动了全台的通路数 永年哥竟然已经直逼超商了 而且连药石都成了当红炸子机 现在抢人大作战 甚至还有这个业者 他们祭出了月薪高达12万 没有错 这30年风水轮流转 我记得大概30年前 那个药剂师真的很可怜 他们那个薪水非常低 然后甚至于找不到工作 谁会想到 你看现在药剂师的薪水是多少 12万 对不起 是底薪 这12万还是底薪 不含奖金 然后你如果说 你说跟当兵的一样 签志愿役 我志愿留营三年 他会给你一些升官 一些奖金 对不对 他也一样 你签着说好 我保证 我继续工作三年 他给你多少 50万的奖金 这很过瘾吧 甚至于有的医院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 他们自己有药房 对不对 他没有药剂师 他这个药房经营不下去 所以他就喊说 你只要签约两年 我就给你40万 你只要肯签两年 我就40万就给你 就给你 所以现在药师是供不应求 对 现在整个就供不应求 最近我比较常去医院 看看朋友什么的 那么就可以看到配药师 那个真的忙得跟八爪章鱼 你知道吗 非常的忙碌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自从我们这个医药分离 就是医院医师是开处方签 然后你去药房去拿药 对不对 尤其是慢性病的 像那些血压 降血压的药这些 那么这些去了以后 你一定要去药局拿药 所以药局就越开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处方签 去拿药的话 他们的利润大概是15%而已 其实并不算高 可是真正的目的在哪里 为什么会开这么多药房 因为你今天 像我们是有一些高血压 我刚刚一直觉得 这个有人在台上的时候 一直在默默在攻击我 你知道吗 那什么过重 什么这个腰围 这腰围 我一个同事讲说 我24寸的腰维持了24年 所以维持了20年 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42寸的腰维持20年 OK 好 这个是题外话 重点就在这里 因为现在大家很注重保健 那保健食品 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去拿药的同时 顺便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般会去拿 慢性处方签的 这些药的人一定是很注重保养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营收 盈余就一直在往上跑 所以你可以看 像这些台湾的通路数 这个药局的通路数 是一直在不断的增加之中 最主要的有这几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最大的还是大树药局 你注意看 他们的大股东 几乎都是上市上规的公司 真的 对不对 正光有名姬 家世达 没错 你看佑泉是优胜 申达 月师的话是盛宏 然后大树就是大树 大树药局的它的背后 它其实是有敏胜 还有金融大咖 保家 OK 有这富爸爸的撑腰 为什么这一些的上路上位公司 或者是财团要来投资 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 生技业 尤其是生技制药业 它是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电子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像是这个技术面上来看的话 这是月线 大树的月线 去年的时候有过一次 大家注意到这个药局的 扩张的速度 所以他们的股价是涨过一波 现在是进行一个整理 修正 可是如果说以他们的发展 展店的速度 还有他们的营收的成长 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长期 还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另外陈叶一 陈叶一 因为他是富康的 富康活力的背后的大股东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 陈叶一他的股价 这也是月线 你看他打底打了多久 很久的时间 打底打了好长时间 所以现在进行一个收链三角形的整理 我们认为他应该还是有机会往上冲的 好 现在减肥新药既然这么受欢迎 要再请教永年哥 现在土洋药厂都纷纷抢进了 你现在制药股的话也可以跟着做留意吗 对 没有错 其实现在刚刚大家都提到说 这个减肥药或什么这个针剂 其实大家可能对现在这些减肥药 所谓的瘦瘦针 瘦瘦比 它到底它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 大家可能都不太有了解 我很了解 因为我有去询问 对 OK 在这个还没有瘦瘦针 这个名称还没出来之前 它是一个正常的胰岛素的药剂 大概一季 大概是一千多块 我记得 可是现在你知道在医美诊所 一季要卖到多少钱 五千块 差这么多 而且还买不到 还供不应求 是 还供不应求 所以你就可以看 像诺和诺德 像是李莱 他不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当然除了减肥的这些增剂之外 其实我们台湾 其实制造业 本来就是我们台湾的强烈 所以在这个不但是电子业 在制造业 在这个医药业也是一样 所以我认为在台湾 未来会发展的比较强大的 应该是属于生技制药业 我们现在台湾的生技制药业 里面有谁呢 大家可以看 像是1752 南光 神龙 美食 这个美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的 不管是学民药 或是抗癌的药 很多的 它的药种非常多 它每年的你看 它的营收 盈余 它都是稳定的成长 另外嘉一它是做洗腎产品 剑桥 咳嗽药 还有另外两家 一个是台药 一个是宝瑞 他们这两家是做一条龙式的 从设计 就好像我们红海的那种概念 设计 包装 制造 它都通通一手包饭 对 一条龙 那么我们先看美食 这个也是看月线 如果说你可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的股价从50块左右 是一路的往上走 最高就走到349块半 然后它现在 整理了一段之后 它现在还在往上走 重点在哪里 重点大家看一下 它的大量是出现在底部 对 它底部的时候 这边是出量 对 所以它的筹码很稳定 然后因为你看 去年前三季它EPS 14.19元 已经赚盈前年全年了 对 前年才大概 差不多11块多而已 所以就我刚刚讲了 它的成长 它不但是营收 还有它的盈余 它其实是稳定的成长 然后另外大家可以看 2月26号当天 外资买超6208张 资减1012张 所以它筹码变得越来越稳定 对 非常安定 所以这支股票可以值得注意 当然另外一个 这个474号台药也是一样 我们看月线 大家可以看 从2012年开始 它这边做了一个WD 非常大的一个WD 那么当然它因为它的扩产 它这个生产性来扩产 所以它在从今年开始 它的这个营收 应该可以值得期待 就是它可以稳定的成长 所以这支股票 还是可以值得观察注意的 好 刚刚勇年哥 在我们看到 现在减重的一些新药 真的商机大爆发 所以国内外各大药厂 都在纷纷抢它 也在布局 不过说要减重 Simon在最近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中国女星贾玲 然后为了电影 竟然可以在八个月减掉 五十公斤 我想这个是让大陆人知道 减肥的风潮 但是在2024年 其实有两个G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是GAI 大家都知道生成是AI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GLP1 它其实未来 有机会成为神药 神药 对 再延伸下去 它有机会成为神药 所以我们先来看 后面会解释 为什么会成为神药 然后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他很重视 就是重视到 他掀起这个话题 八个月瘦五十公斤 跟中央连贵州茅台 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 贵州茅台 一个制酒的 一个酒非常高阶的 去做了投入所谓的GLP1 新的新药的产业链 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后他怕喝酒会变胖 然后你吃打一个针 然后又变瘦 所以贵州茅台 想要投资减肥药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其实在大陆 真的是掀起风潮 但更重要的是 我刚才说了 其实在整个科技杂志里面 这个大概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科技杂志之一 那这个科技杂志也说 减肥药变成GLP1 变成绑手 最重要的一个科技 大家你可以看 你就是边吃 这是叉子 然后边打针 然后你就不会胖 他的逻辑是这样 你要吃 所以你把叉子跟针放在一起 这是瘦瘦针 瘦瘦针 就是他们GLP1的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性 其实非常的大 那你可以看 现在最领先 大家前面有讲过 一个是若和若德 一个是里来 那他们第一个 为什么要增产 就是现在的产能 你把它想象 他有几把道工序 我们现在还没确定 可是至少几百道有 就好像半导体 晶圆代工的工序 你只要有一个工序错 或是有点失误 他的良率 他的制造出来 真的可以打的 良率就很低 所以现在的产能 大概是实际需求量的不到三成 虽然他的供给很少 供给很少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就算要去打 可能也没有 对 刚刚有一个说 有钱还打不到 所以这两大厂 在现况的情况之下 他就要积极地去扩产 所以若和诺德 他花了一百六十五亿油美金 去收购了 所谓的catering 他的话做的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 就是医药的专业代工 那他干脆说 我就把你收购下来三个厂 然后我就在生产这些 另外的话 他在花了六十亿丹麦这边也扩产 扩产就是我们刚才有说 这些工序队以外 还要增加这些药的活性 才能真的有效 所以他又花了六十亿美元去扩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第一大涨现在若和诺德 其实非常的积极 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李莱 李莱 他也花了二十五亿美元 在德国盖厂 他就说那我现在二零二四盖 那我后面的商机 其实都看得到 那看得到是去年的话 大概是一百八十七点五亿美元 那现在一直在上修 我们大概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讲的时候才五百多亿 但是现在商机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是现在看出来平均 我们下去找了很多的研究机构 平均年复合成长率 大概二十趴以上 这真的很高 年复合成长率可以达到两成 对 然后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亿 但是现在高盛是说 还有四千亿美金 四千亿美金 最最乐观的就是高盛这边 可是我们看得出来 他平均至少 他一直在上调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 因为肥胖 以前我们叫微整型 现在叫微减肥 所以现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包含先进的像美国这边 儿童回放的就有一千五百万人口 其实他的商机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 在未来 小时候胖不是胖 但其实不一定 小时候胖通常老的应该会胖 我说的是我 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他叫神药 也就是说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新的商机 第二波 他的做的这个GLP1 就是现在国际药厂已经砸了几十亿美元去做 那当然台厂也在跟 台湾也有在抢这一块 对 有在抢 那我们先说他为什么神药 就是比如说他业绩很好 大家看得到吗 对 那什么叫做延伸的适应症 延伸的适应症就是说糖尿病 减肥有效可能减二十趴 再来呢 心血管疾病 脂肪肝也有效 他说可以减十五趴以上 现在也要通过 现在也要通过认证 再来呢 更神奇的呢 还有包含失智 因为呢 所以他不只是减重而已 他也连带让其他很多的这个症状 都出现了缓解的情况 没错 因为他的活性 现在是说失智 就好像脑袋的糖尿病 他们是用一个名词来替换 可是失智听说也有效 再来呢 连癌症可能都有效 所以在未来的持续的研发的过程之中 他有可能真的变成是一个神药等级 就是什么症状 都能特定的去医治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说 除了这个投入的钱 除了去改善现在的技术缺点以外 减肥的效果可能从二十趴 看可不可以提升到三十趴 然后成本更低 然后另外的话呢 是不是还有其他疗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AZ 大家知道嘛 当然当然 COVID的时候都打过 AZ疫苗 然后他就看到大陆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超级大的商机 连茅台都要来做 就是他合作协议 超过二十亿美元 跟成益生物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做 但是他也很聪明 他说因为在大陆 你打针太贵 我把它变成是小分子的口服药 所以大陆这边的话 他就用比较低的成本切入在减肥 另外的话 罗氏这边也花了钱 就说哇 这两个都跑那么快 我罗氏也不能嘛 就是花了三十亿美元去收购 然后这间公司也是做专业的代工 药的代工 所以他收购等等 去做比较快 再来的话你来 我是第二大的 那我也要快点去收购 然后他收购的这一家 是你减肥之后 请问一下你的肌肉 是不是要重新训练 那他不是 他告诉你说你减肥之后 顺便肌肉也增加 所以他收购这一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还可以增加你的脂肪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大家其实非常的积极在投入 这个区块 所以相对的我们台湾现在也没有缺席 也努力的再往前 首先我们看到G2P1的新药 也就是在免疫工坊这边 他现在也有一个长效型的 就是两周打一次的 可以当然这些都是主要在做的 然后他现在也进入了临床一起 也要开始做 另外北极新药业 大家知道他本来是做癌症的 我也跳过癌 直接用二十亿收购领阳 然后取得相关的技术 也就是说他可以做 GLP1的相关的技术 然后在二零二五年 也希望去申请这种原料的一个 DMF的一个相关的原料 去做GLP1的新药 再来的话我们也谈到 虽然他不是GLP1 但是他也在做相关减肥的商机 包含康佩 这种局部减肥 就是可能胖肚子 那就打肚子 然后就破坏这边的脂肪 然后就瘦这边 他可以局部的 针对局部肥胖的地方 没错 然后他就进入了临床的三期 然后另外泰宗生剂 他是双下巴 就肯德基爷爷那个双下巴 可以直接注射 那为什么他的部位不同 其实他的脂肪的结构也不同 所以他的话主要就是双下巴的 一个相关注射剂 然后他主攻的就是大中华的局部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整个的GLP1 会是在二零二四年 最重要的一个生肌业相关的一个商机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去年台湾的观光逆差 竟然是高达了1.6倍 而且业者也说 今年4到6月目前的这个订房率 竟然只有五成而已 这会不会影响到观光股后市的一个表现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